在南部地区的基地建策 及年度重大潮野中 有一个团体 头戴红色头盔模拟敌军 扮演假想敌角色 让国军部队 可以借此演练状况处置 磨练各切层指挥官战场应对能力 他们是荣兵民国103 国军搏伴同体的陆军蓝策中心 教训营假想敌脸 我们假想敌脸平常就是要伴随着这些基训单位实施测考 假想敌脸配合的不管是基训单位的战术教练 或是说营教练 联教练部分 我们会担任假想敌 以方便他们实施测考 那我们秉实的从严从难 我希望在测考过程当中 能让基训单位 了解到战术的真正含义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重点 我们平常在教育训练的部分 我们特别针对假想敌这部分 依照转折 依照大方 训练大方 实施训练 平常时候我们针对了城镇战 也针对了攻击 防御跟其他方面实施训练 那在平常过程当中 我们不管是在下雨 或是在太阳 不太阳的时候 我们也都补处了 从严从难经手之训练 因为毕竟我们是属于 南区联合测考生新的第一道观考 因为由我们把持着 才会让我们的基训单位 真正了解到真正战术的 如何去运用 如何去打击我们基地的假想敌战 让他们不管在战术测哪方面也好 能够拿到真正学到精髓的部分 那我们这些弟兄 相信来对这个努力 都没有任何怨言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荣耀 所以我们平常做这边是个责任 他觉得为这个责任做 所以他觉得希望能做得最好 大家互相打气 平时在连队上我们也要求他 如何做好这个战斗动作 所以我们的连上干部 对这个战斗动作 加了很大力气 每年南测中心 有超过40个基层单位进训 假想敌连弟兄姐妹 所担负测考的任务相当感重 但他们秉持吃苦就是吃补的积极态度 勇于挑战自我 假想敌他在我们中心是扮演一个 战术训练假设底的部分 在我们战术的这个阶段 我们必须透过假订的弟兄 并且配合共军的战术战坊 的编制 按照我们的交制令的旗帜 扮演假设 提供我们部队做一个状况的演练 以及做一个训练的部队 那以进行我们整个部队的对抗 执行的成效 那在平常他们联队在执行的工作方面的话 从我们几次的战术训练的成果来看 搭配上是非常的好 而且也借这个状况去磨练我们平时 假想敌连这个弟兄 他平时的战术的作为 好这也相对的进行我们 在教勤部队一个部队训练的部分 超课但是体能上面真的是很疲惫 不管是天气很热或是很冷 所以自己身体上都是用考验 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同袍弟兄一起 做完成一个任务 我觉得那感觉是非常棒的 对 因为我非常喜欢团体生活 一起共患难 像我们在破门而入的时候 需要几个动作要领 然后干部台会就是一一一指导我们 然后哪时候要开门 哪时候要进入 哪时候要警戒 这个自己的步骤我们都会加强练习 安全是一切训练的根本 假想敌连在执行任务前 首先会针对风险管理 训练成效等因素严密提估 并完成任务提示等工作 各项细节绝对不拥有任何疏忽 严谨测考安全措施 在要出发之前 我们就会先下达所谓的一个 勤俭一个教育 让所有弟兄能了解到 今天我们所要出的一个 前路的一个 要注意到的可能安全性 或者说重要性 你要真正哪一点 可能比较会出差错的 或者说你可能要去避免的 之前我们就会在事先 让所有弟兄去做一个了解 除了平时精实的战备 整备训练之外 我们对于军机安全的维护 也是很要求的 除了平时在集会上的宣导之外 我们也绘制了这条勤进走廊 呼吁弟兄不要酒驾 不要吸毒 事实提醒弟兄安全第一的观念 以维护部队的荣誉 夹想敌连同时负责战场心理抗压 魔训管的试训客户 让每位进入基地训练的官兵 都能具备战场心理适应力 在作战时才能临危不惧 克服战场 唯一正好环境下的心理抗压力 战场抗压管也是我们负责的一环 然后在战场抗压管里面 我们最主要会有三个角色 一个是助教 一个是说明官 再一个是攻击教官 我们助教的角色啊 他必须要帮助我们的学员 可以在着装的部分 可以做一个确实的着装 这样以达到我们的仪器 结合他的装备 才能让他的成绩显示出来 再来我们的说明官 他必须会跟我们的班长 加以说明 让这个班长带队进去做训练的时候 才不会说毫无头绪可言 这样变成这样一个远训 其实是没有什么样的效果的 而我担任攻击教官这样一个角色 我必须要让他们知道 战场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 会有敌人向你攻击 所以我们会用神出鬼没的方式 出现在这些训练学员的身边 对 然后这样子的 我们整体结合起来的 一个训练方式啊 会让这些学员 第一个 他的战场抗扬能力可以提高 第二个 他们的心理的素质也会增高 让我们这样一个国军 才能整体的发挥我们的一个战役 在严格战备训练之余 单位也相当用心照顾官兵生活 落实走动式管理 随时掌握工作进度 与生活状况 营造将的良心 让每位官兵都以身为 夹小迪连一份子为荣 我们全联都是资源艺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开始成于这个资源艺连 干洗有些难度 那当然慢慢的我们秉持的 平常教育的时候 都跟他们讲如何团结牺牲负责 尤其是针对我们甲敌脸这块招牌 我们品质的荣誉在我心 我们就不怕牺牲 所以平台教育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不断地教导 不断地灌输正确的观念 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荣誉 什么是真正的团结 我觉得我们这么辛苦的富士是为了我们甲敌脸这块招牌 因为毕竟全台湾的这个北部南部地区都只有一只甲敌脸 那我觉得在属于少数部队的这个招牌里面 我觉得我们更是要把它树立起来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泪跟复合就是为了这块招牌 在我们甲敌脸之中 我们大概真的像个家人 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 都可以感受得到 就像那时候手 家人手受伤的辅导长 他也问我 你真的不用我载你回家吗 我可以载你回去 因为你并不会是一个人 基地训策严把关 甲敌官兵气如虹 甲敌脸每位官兵都以高标准执行各项测考任务 严格的为南部地区接受测考的单位把关 他们能获得103年国军模板团体的殊荣 可谓实至名归 未来甲敌脸官兵将持续以最高标准自取 追求创新与科学方法 为提升国军整体防卫战力而努力 今天我们和大家有愿来相聚 一起来到了甲敌脸 这一个大家庭 希望我们大家可以 情同兄弟姐妹 为这个大家庭来做努力 加油 甲敌脸找到我最爱好的朋友 我们就像兄弟一样 甲敌脸 甲敌脸是我第一个家 我觉得甲敌脸最棒了 希望各位在未来的日子里 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付出去努力 也相信各位在未来的日子里 会变得更茹壮 加油 我觉得甲敌脸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他带给我很多的快乐 这个连队给我感觉非常有团结 温爱是个连队 甲敌脸是我们的家 欢迎加入 甲敌脸是个很婆婆的大家庭 甲敌脸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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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个梦 断过南北西东 转到这里 谁都不要感动 这生意就是